男人爱做菜,媳妇帮你爱 哈喽,大家好,我是陈小水 四川天气又冷了,只有十二三度了 朋友们,要注意饱暖咯 好久没有吃烧焙了,嘴巴有点残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四川名菜 现烧焙,开咯 做烧焙我们要选这种五花肉 这种三层的最好 先来把它皮给它制一下 烧焙,烧焙,我还是叫烧焙 烧焙这一步是不能烧的,一定要烫皮 烫出它的毛腥味 我们把螺蛙皮的肉用刀把它刮干净 这样刀一刮就得掉了 我们把洗干净的肉放入锅中 再加入干辣椒,花椒,生姜 再加入一些料酒 撑出肉的时间,我们把牙材清洗干净 这个牙材有沙,一定要清洗干净 这个牙材洗好了,要把水给它挤干 在焯的时候才好焯 我们再把洗好的牙材切碎 我们再把洗好的牙材切碎 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肉应该煮的差不多了 用筷子这样子,用擦的头,肉已经好了 把它捞起来 我们把煮好的肉,用这个签子,把皮跟它这样擦一下 这部叫纸皮 这部的目的,主要是让肉炸的时候,肉皮会起糊皮 我们再来把那个油给它抹干 一定要把油抹干才上来去摔 我们再来给它抹一些糖色 也可以用老抽,老椒,糖色的颜色会更深一些 因为焦糖嘛,高温它会焦黄嘛,颜色会更深 我们先来炒牙材 炒牙材和花椒才好吃 这花椒在牙材里面很难挑出来 吃到很难受,像柴底的一样 炸香,爆香了,把花椒打出来 放入干辣椒,炒香 下入牙材 这个牙材一定要炒香,炒干水 炒干水粉,它才香 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油,准备来炸肉 因为我们炸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油温非常高,你要准备一个盖子 炸肉下来就有盖子盖子 挺香声,它没爆了 我们就放个面再炸 我们把炸好的肉捞起来 放到热水里面,浸泡半个小时 肉炸好了,我们把它切出来 这个上糖色的肉颜色会深一些 如果颜色浅一些 就可以直接使用老抽或者老糟 我们先把它切成大片 这样子厚薄 这样子厚薄 我们把肉切好了 现在调味 加入一些姜米 再加入一些酱油 这个酱油要稍微多一点 两勺吧 再加入一些糖色 甜色 也可以用老抽 再加入一勺胡椒粉 一勺鸡精 加入一点白酒 去腥 再加入一些醋,盛醋 醋能结粒 我们再把它麻拌均匀 把均匀就可以装完了 再装完的时候,我们在碗下面放几个花椒 一般外面是把花椒放在里面 肉里面一起麻 因为那样子吃到花椒很难受 我们放到碗下面 外面卖的烧白 一般是8片或者4片 我们把肉剪好了 再把炒好的芽菜 把它装在上面 这个芽菜非常的香 今天我们做到上碗 我们弄好了 再用保鲜膜给它封起来 这种保鲜膜是来高温的保鲜膜 就是可以高温煮的 现在我们开始上弄 小火 蒸两个小时 蒸的越软了 烧白越好吃 我们的烧白已经蒸的差不多了 从光火把它拿出来 我们把蒸好的烧白 这样子翻碗 哎哟 朋友们 今天的烧白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有食欲 肥而不腻 这烧白蒸好了 放一碗第二天吃的话 更好吃 更软糯 我先吃一块 配碗白的米饭吃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